我还没说了 你要不要表演节目呀 对呀 这是你的很多敬意的 我的记忆 你可以说完 然后再表演节目 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一下 要不要给你留一轮的时间 这样吧 好像最近 最近是不是挺流行 一些脱口秀的 对我知道 我就想一下 想一些脱口秀的一些段子 给大家说一说 OK好吧 所以你提示这个来 终点也是起点 终点就是起点 那我就以这个终点的起点 我创造一个 想一个 没想到SG超多 我现在是起点 我其实有一个哥哥 我们家是有两包 就是我有哥哥嘛 我是弟弟嘛 对吧 从小的时候 我就比较喜欢这位惹事 然后我哥哥 就在后面给我收尾 结果有那么一次 我又惹事了 然后我说是别人的问题 那我哥上去就干人家了 干过之后 他意识到是我的问题 对吧 其实有时候 终点就是起点 我们都是在 每个人都在这种成长过程中 学会一些道理 对吧 就像我 我小时候就是比较皮 长大之后呢 其实也很皮 只是没有小时候那么皮 其实这个笑话呢 感觉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好笑 大家就假装的笑一下吧 好吧 这样就会搞笑一点 对不对 再想一下 我 我曾经小时候 我们只能拿小时候事情开出来 你知道吧 长大的事情出来 就不好意思见面了 对吧 大家都是长大之后 曾经 我代表我哥哥 去参加试团一个比赛 就是画画比赛 本来是我哥哥报名的 然后后来他怎么身体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去了 你不是双胞胎吗 不是双胞胎 不是双胞胎 那还不会被查到 但是我写的小时候嘛 谁都认的是谁 对不对 身高可能差一点点 我就对吧 可能是写的我哥哥的名字 然后就去了 我哥哥他从小的时候画画很好 他学过素描啊 学过这些什么工题啊 那我就不是 我这什么都没有学过 我说你叫我去参加比赛 那肯定什么都没有吧 拿不到名字 然后我哥就给我出招 他说你知道现在评委吧 他看的不是那个话有多好 他是要拿出去展览的 你得个主题要好 我一想 那主题要好 对吧 我就想 那主题要好 要是干嘛呢 我一看到年底了 我就那我就 我就画一个春节联欢晚会吧 啊 我就随便画 画两个大灯笼 上面一群人真的唱歌跳舞 也不知道画的是不是人 对吧 但是看起来像个人的样子 也就行了 结果呢 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我以为不了了之嘛 对吧 我就赶紧 那交完就走了 结果第二天 还第三天 我突然发现这个画笔展出来了 我很震惊 然后老师跟我说 你竟然得了权势第三名啊 那是真的 这个是真实啊 这个不是乱吹的啊 哈哈 哈哈 来来来来 大家去主导掌吧 哈哈 真的是得了那个权势第三名 画了春节两演会 然后有唱歌 有跳舞的 下面好多人头传统的这种现象 对吧 杰森你讲的绝对不是笑话 你是你过去的辉煌的历史 对吧 这就是来炫的 哈哈 叫我一下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好了 那我这个小时候这些啊 啊 挑逼导弹的事啊 也就辉煌的小历史 也就到这样了啊 啊 希望大家喜欢啊 谢谢 这就是热量已经那么高了 还在乎这一点点 这一边在吃的 一边就说热量高 哈哈 送给我们听 看你们不要吃这么多 对 哈哈哈 这边还在乎 这边还在乎 好 这是 换一个 那法国进口的原材料老板清洁 清洁啊 对 清洁啊 众多里面选择了这一个 对 众多里面选择了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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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来个男的帮他扭一下吗 哈哈 扭过了 我们来扭过 要打电话求助吗 可以 来 帮我走 这刚刚不说可以吗 太可特写了 是吧 这叫李雪琴 然后呢 我就很喜欢他那种那种那种 style 他经常感到就扶在这里讲那些话 然后呢 今天呢我们讲的主题呢 就是一开始我给Jerson讲的是一样的 其实是终点 也是起点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终点就是我们真的在IBM来讲 暂时我们是到了终点了 已经和IBM脱缺了 但是也是个起点 是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开始 踏入我们Kindra的一个新的起点 我很幸运 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 就是在IBM到Kindra这段时间 当然希望在Kindra更好 因为我以前 我每一次在一家公司 我转了三家公司 在IBM之前 我最大的就是 我觉得我的运气特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每一次都可以把一家公司做款 然后呢 第一家公司做款 之后呢 我就去了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呢 是开发的 叫方正澳洲 大家就是北大方正 我看这也有款 那个方正 做款之后就拿IBM 然后现在很好的 就是IBM没给我做款 然后我自己成为他的兄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既是终点 也是起点 所以是一个挺有 怎么讲呢 就是挺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 因为你看这么好的机会 你居然让给了我 我就非常的忐忑 那首先呢 既然上来演讲 我们就要遵循演讲的几个原则 第一呢 首先就要推出我们的领导 首先我们瑞太姐 漂亮是吧 非常的有能力 我们不说别的 我就说我自己 我也毕业这么多年了 也经历过很多的领导 瑞太姐是我见到的一个 这个非常就是最漂亮的一个 这个是真的 真的是最漂亮的一个 毕竟之前的都是男的嘛 这个坎可以 这个坎可以 当然了 在虽然在领导里边 瑞太姐是最漂亮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女同事啊 在所有的女同事 和瑞太姐之间 如果让我选择漂亮的话 我肯定还是选瑞太姐 对不对 这个是我有质疑的嘛 这个咱不能光看瑞太姐漂亮 不能光看到这一个优点 对不对 虽然这个优点是天生的 我们没有办法是吧 更多的我们要看到后天的努力 你看看 瑞太姐我想以前也是个小女生 慢慢的一点一点成长到今天这样 可以管理我们这么多大的 这样一个人 是吧 这样一种能力 我觉得 哇 我自认为 我不知道我要修炼多少年 才能达到这种高度 然后呢 我就每个人生活中 她的那个什么吧 都要找一个自己的目标 或者或者就是那种偶像吧 那我觉得瑞太姐就是我的偶像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OK瑞太姐这边夸完了 我们他得夸个别的领导 要不然 是吧 他像像发哥这种 你要不夸的 他他后面肯定让我请他吃饭 是不是 这个你要考虑 我刚进IBM的时候是在发哥的下表达 发哥一直非常擅长的一句话就说 走改天我们吃烤鱼 这句话他不知道对多人说过 但是我不知道实现的有几次 光皮特哥 皮特哥那里 我不知道 发哥已经签了他多少顿烤鱼了 后来 后来那个 皮特哥就跟我说 你不是表白老板吗 咱俩人的来世吧 不能光照顾女老板 男老板也 有时候也得照顾一下 是不是 要不然就 我们要尊重男女平等 对不对 IBM是非常尊重平等原则的 OK 皮特哥虽然不满意 他从来不敢在你面前说 就是上一次 我有一次跟他一过坐车回去的时候 你的电话给他打过来了 首先就是 哎呀我这边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需要你帮忙解决一下 皮特哥说 哎呀刚才群里不是说吃烤鱼了 怎么没叫上我 现在出了问题怎么叫上我了 这个发哥说 这个点其实可以略过了 我觉得发哥其实是 非常的一个重生诺言的人 他实际上听他说到肯定做到 这个每一次欠的考虑 我觉得皮特哥都拿个小本 不计起来了 到时候你一边找个时间是吧 一次性给他听了 我觉得 这样不然就折线吧 好吧 好这个问题你们就私下聊吧 咱们这么多人是吧 你要只请他一个的话 其他人我们旁观者是吧 你光让我们闻吧 就我心里不舒服是吧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对对对 再养 那个鱼再养 在鱼 发哥家后边还有个鱼塘 我估计他在那下了很多鱼镖了 就等着你长大了 好 发哥这里夸完吧 接下来的话 好吧领导太多了 咱们就不一一夸了 就说说我们这些这个团队吧 我们毕竟也在一起是吧 这么多年了 请大家吃饭 最重要的是人心在一起 对吧 大家一起出来 哪怕IA也好 是吧 如果我请的话 那当然我奶千五 是吧 站在一定的 像瑞塔姐那么高度的话 我肯定也请大家 暗示老板要请客 这个是理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他不是一个好士兵 那当然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士兵了 我也是个好员工 所以我也想去有一千 有一千可能去坐上将军这个位置 当然啊 有想法总是好的嘛 即便没这个能力 但是总是要领导们给点鼓励 对不对 所以不管 所以不管 不想请考虑 打鼓励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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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发哥已经在我们这个口碑直线下降了 这个以后你一定要围好自己的这种口碑是吧 这样该建立建立 以后 考虑的话以后少说 直接停就行了 记得下次叫上我 我帮你宣传 好吧 有道理 要先等一下哈 OK了 那那我们到了新公司 我就最后对我们新公司一个畅想简单的说两句吧 Kindra 其实我出清这个名字的话 吐槽一下这个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那那什么两个外还多出两条腿来 哇了个去 这是啥东西 我都拼不出来这个音 我学了好久才说 这叫Kindra 当然了吐槽不吐槽啊 其实这个名字我也知道它的由来 当时齐中文明的时候 我也参与了去齐中文明 当然 最后齐了一个秦达瑞 当然他一直有非常好的语意了 不管单纯拆分他的几个字来说 还是说整体来看 他是比较有中国的这种文化的特色 虽然现在大家 还是对他抱有比较有好的理想的愿望 毕竟是新公司新开端 他的体量依然是非常大的 刚才也宣传了 是有9万员工全球的 他的体量 其实我们是做 就是做人力服务的 在全球 我记得当时是说 全球第一的最大的一个公司 就是我们这家 他从IBM剥离出来 他就成为行业老大了 所以从整体的市占率 市占率以后会慢慢的发展 就是他的体量是非常大的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以后努力给这个品牌吧 继续给他增专天网 是这样子的 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的学校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当然 虽然是酒吧 我当时是属于比较泡 比较靠后的 当时你出来毕业的时候 你去公司看到很多同事 他都是各个名牌学校第一的 然后就像校长当时毕业的时候 你可以不以你的母校为荣 但是你可以有一天 让你的母校以你为荣 这是马云他说的一句话 马云他是毕业于黄珠 是很大学 所以他他就 就是说他的学历真的是不高的 但是他又做到了 我可以不以母校为荣 但是我可以让母校以我为荣 所以我们现在新公司 其实也面临了同样的处境 这个看着说出来 那可能连一个三流的公司 他也不知道 他们抽清这个名字 可能觉得你啥也不是 所以我们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抽创的人 去一起努力 让这个品牌越做越好 把他的口碑在业界 梳理起来 这是我想说的 也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以为你这个 亲爱的这个名号 我是白称的 好的 大家吃好了 也玩好了 最后呢 就到大厨